这个雪糕啊居然还能拉撕啊 那大家都知道 去年呢是出过那种雪糕刺客的事件 对吧 那今年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相对来说行情好像稍微好了一些 所以今天呢 我就稍微的吃了一点点的资金 网购了即将到来的 2023年的夏季雪糕网红款 然后这些雪糕呢 全部打的是平价网红雪糕的旗号 那逐个价格咱们边吃边聊 因为我怕它化了 具体值不值啊 咱们可以弹幕讨论一波 来首先看看这第一个啊 这个叫做包皮香蕉果冻冰棍 套餐价的话呢 我们只能用平均数算啊 平均一根的话呢 就是4块多钱 就这4块多啊 已经算是平价雪糕了 以前的5毛钱的小布丁 现在基本上都找没引了啊 这雪糕说实话 我真没见过啊 它是跟那种剥皮软糖一样 就是可能会有点脏手啊 你看 从这个地方看到没 它跟香蕉一样啊 可以这样把皮剥开 然后露出里面的这个雪糕啊 造型的这样看确实像香蕉啊 但是闻的是一股芒果味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师这样设计 我们先尝尝中间这个部位啊 哇 爽 哇 这夏天就是不一样啊 整体入口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 就是一股那种普通的牛奶香味 再加上一点点的甜味 并没有水果味啊 我估计水果味可能是在这个皮上面 来再尝尝它这个皮啊 哇 兄弟们这个皮啊 我仿佛立马就想起了当年出的一款风靡全国的冰棍 叫做绿舌头 这个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绿舌头它动起来呢是硬的 然后你要舔着舔着才能把它变软 可能是这个材料加的不一样 所以说它这个动不硬啊 它手一拨就软了 但是味道跟那个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闻着它是芒果味 吃着我只是说一点味道都没有 整体来说新鲜感还是可以 但是试问各位 如果花4块钱 你们会选择这一根雪糕吗 要是我来说的话呢 这个冤大头呢 我就做这一次啊 我应该是不会再买第二次 来接着看看第二根 同样也是套餐里面的 单根卖4块2毛钱 这个东西名字叫做魔巧啊 网图的话呢特别好看啊 长这个样子 所以说能进网红雪糕的话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看的外观对吧 那这个呢就属于是咱们的买家秀啊 造型长这个样子 方方正正的啊 闻着就是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很浓 但这个造型啊 真的有点不太忍心破坏它 来交给你们啊 粉丝先吃 这个雪糕我吃的感觉还可以 因为入口的话 它这个巧克力是稍微偏苦一点的 不是那种纯甜的啊 而且呢它这个吃完以后呢 很容易就化开 不像是戴壳壳纸啊 它会吸附在嘴巴里面 然后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确实是可可叶块加可可粉啊 那这个确实啊 它这个材料做的还可以 所以说口感也能保证 中间这个它号称是麦里素啊 摇起来呢 是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 有一点像是微化饼干的感觉啊 基本上的话呢 里三层外三层 包括中间这个夹心啊 全部都是巧克力 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 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啊 深椰拿铁雪糕 深椰拿铁啊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 所以这个厂家啊 也紧跟时事的出了一款这样的雪糕啊 价格的话呢是29块9毛钱 四只平均一只7块5毛钱啊 基本上买一杯深椰拿铁的 也就是18到20左右 那我们看看这个 接近于半价的深椰拿铁雪糕 什么情况啊 这么小一根的吗 里面啊确实是四根 但是很小啊 你们挂上网红这两个字啊 这个雪糕 我感觉就不可能再便宜了 这个造型呢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绿色好心情的样子啊 颜色的话呢 是这种天蓝色啊 这闻着确实好像有一股那种 椰壳的味道 这里面是这样的 我只能说佩服这个 设计雪糕的设计师 它这个外壳啊 吃起来超级之清凉 雪糕应该都是凉的 它比普通的雪糕 还要稍微凉那么一点点啊 入口一股很浓烈的椰蓉的味道 然后中间的话呢 这个黑色的啊 我感觉应该是 他们所说的拿铁 但是我吃的 我感觉吃不出来 整体来说不太像啊 就不知道里面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咖啡也不是 奶茶也不是 介于二者之中的一个产物 不过它这个外壳 我说实话 感觉还可以啊 就是价格偏贵啊 这个一根七块 来再看看这个啊 名称叫做千层青芒冰淇淋 那千层这个名称啊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那个烘焙行业 但是这个冰淇淋啊 第一次听到千层这个名称 这个价格呢 比那个四块二要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啊 四块一毛钱一根 我去觉得吗 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黄的啊 它这个冰棍是绿的 但是人家名称叫做青芒啊 这个有可能是模拟那个青芒的外皮 可能里面是黄色的啊 闻着确实一股那种很浓烈的芒果的味道 不过是不是青芒我不知道啊 这个外面好像是撒了有特别多的那个花生碎啊 然后它这个用的是戴壳壳纸巧克力 所以这个口感我估计应该不会太好啊 来一口啊 果然戴壳壳纸啊 吃完之后嘴巴里偏色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千层的含义啊 绿的黄的深黄 还有一个米黄啊 总共就四层 入口的味道真的可以 很清爽的那个芒果的味道 但感觉它这个材料用的不是特别好啊 戴壳壳纸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舒服 我只能说啊 创意满分 如果材料用好一点的话 我感觉这个雪糕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根他们家的同款啊 叫做千层樱花白桃冰淇淋啊 这个跟那个是一起啊套餐买过来的 价格也是四块多钱一只 来看看啊 这个一打开就是那种樱花粉色 但是这个蚊子没有那个香啊 配料表看了好像也是一样啊 戴壳壳纸巧克力 因为毕竟一个品牌的嘛 但是我估计应该千层是一样的 可能是味道不一样 这个同样啊也是千层 但这个我个人觉得比那个芒果的要稍微好吃一点啊 这个入口是白桃味的 看这个能不能拉丝啊 拉表一点 不过这个吃到最里面啊 我看了配料表啊 这个应该是玫瑰花的花瓣啊 然后最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是酸奶 外面的话呢是普通的奶啊 这就写的是人造牛奶 味道其实还可以 就是可能材料不太行啊 来再看看这一款啊 名称叫做手扎榴莲雪糕 这个价格呢 比刚才那些还要便宜一点点 45块钱15只 3块钱一只啊 造型特别小啊 但它这个看着啊 它没有完全封口 所以一拿出来 没打开包装的时候呢 就有一股很浓烈的榴莲味 哎 造型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确实是香啊 榴莲香 我是很喜欢吃榴莲的 所以说真的 我禁不住它的诱惑 怎么感觉它这个 就跟吃那个榴莲糖一样啊 中间里面是有果粒颗粒的啊 它这个配料上面写的叫做 蜜质椰鲜果 里面的榴莲呢 用的是榴莲酱 奶油用的是人造奶油和植物油 怪不得吃着啊 我个人觉得就跟吃那猪油糖一样 会比较糊嘴 味道我只能说中规中矩啊 不是特别好 这一个卖三块钱 我说实话 只长岁啊 吃一次就不可能会再吃第二次了 榴莲味是很重 就是感觉很假 来再看看这个啊 名称叫做 羊梅芝士口味雪糕 这个价格同样也是4块多钱一只 有点像西瓜的感觉 不告诉你 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是羊梅的 不过他说的是羊梅味对吧 我闻着这个感觉有点像是那个硬塑料 你知道吧 配料表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冰棍的配料表啊 雪糕其实说实话啊 吃多了也不好 今天的话呢 也就属于豁出去了啊 我感觉我已经把后面几天的雪糕全吃了 现在我整个人啊身体都是很冰的状态 你知道吧 这个还能进网红雪糕 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啊 它这个外面感觉是跟自来水化成的冰 然后加了一点色素做成的啊 就是外面这个红色的 里面这个你看啊 里面这个是芝士对吧 我还没吃到 里面这个呢是酸的啊 芝士味不中吃不出来 就总感觉它这个结构啊就很像是往些年 有一个知名品牌出的那个什么某工厂雪糕啊 就这样的 外面是冰的 里面是雪糕 总体来说 我觉得跟羊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而且闻起来这个很难闻啊 另外我突然想起来啊 如果各位想吃羊梅的话呢 你们直接去那小卖部买那种冰羊梅 一包的话呢 我记得以前应该是五毛啊 现在的话应该是一块到两块钱左右啊 那个就是纯羊梅 吃起来那不比这玩意儿香 这个还卖四块 来再来看看这个桃子形状的雪糕啊 这个我记得去年我买光雪糕店的雪糕里面就有这款产品啊 价格其实在雪糕店的话应该是五块钱一个 这个在网上买只要四块啊 不过当时好像是没吃啊 也就是拿来测试那个雪糕融化程度 那今天的话正儿八经来尝一下啊 它这个应该就是普通的那种桃子风味的 然后把雪糕做成了这个桃子的形状啊 这包装设计兄弟们 这不得吃个三块钱 来看看啊 这个造型确实特别像那个仙桃啊 这个吃的我感觉奶油味道比较重啊 另外就是这个外皮啊 同样它写的用的也是再可可吃巧克力 吃的嘴巴里面也会有那种残留 味道就是那种白桃味 但是我觉得啊 夏天吃这个其实并不能解暑啊 因为吃的很腻你知道吧 我感觉就是挂了一个这个好看的外观 除了这个外观它就一无是处啊 好那剩下的话呢就不吃了 其实我买了有很多 主要有人吃的太多了啊 这个全身有点冷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雪糕啊 基本上就是围绕什么水果啊巧克力之类的来去打转啊 刚刚我们吃的有麦粒素的啊 你看这款圆圆的它也是 还有蜜桃的啊 这一款也是一样啊 这个我没吃 底下这里还有什么荔枝口味的啊 茉莉白桥啊 这个只换了一个颜色换了个名称而已啊 其实感觉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不过重点的话要说一下这个雪糕 其实这个味道还可以 而且的话人家用的是这个可可粉加可可叶块啊 我感觉其实还行啊 因为其他吃的 我看了所有的啊 全部都是带可可脂 唯独这一个啊 而且你要想一下 上到这个价格了 人家有些人还在用带可可脂巧克力 你想想什么概念兄弟们 你都花了四块钱了 连一个纯的可可脂的你都吃不到 当然本条视频没有任何广告 全部都是大型真实评测出来的 这可可脂就是可可脂 完全不一样